眼前这个肌肉萝莉仅仅是秀了下身材 就把无数健身房猛男碾压成了系统 有网友见他头身比例宛如电脑合成 神似十万个冷笑话中的二次元哪吒 于是便万人联名血书求他出演真人版 霸完龙宫三太子的皮再顺手一拳打死龙王 有网友表示肌肉才是最好的嫁妆 毕竟结婚后在武力压制下丈夫没有叛逆期 没有离婚一说直接走丧偶程序 活泼甚至还会站在一边乖巧表示 打了我儿子就不能再打我了又 也有戏狗网友表示虽然波芙蓉肌肉猛 但还是能和他来得三气开 对方三拳自己投击 主打的就是一个人没了嘴还是硬的 互联网李白们更是争先恐后秀才 夸赞他邮报琵琶半遮面 一拳打成驱逐剑 半点猪唇无人肠 两拳砸死少年狼 云响一场花响龙 三拳垂晕使太龙 鲁智深看见了都得磕两个骑马跑路 尽管拥有一身戏狗们梦寐以求的肌肉 可郭芙蓉的相亲之路却十分坦克 而经历过66次失败的他 甚至还把原因归结到了裙子身上 今天去相亲 对方看见我把腿就跑 是因为衣服太难看了吗 然而随着郭芙蓉账号粉丝不断飙升 许多质疑之声也接踵而来 作为全网男人都不敢取的肌肉萝利 郭芙蓉走红的同时也饱受非议 有网友觉得就算他练得再猛 也没有男人会对这身肌肉感兴趣 女孩子就应该柔柔弱弱的 才能激发男友的保护欲 也有网友质疑她是科技健身 认为女性天身高同素过低 根本不可能练到这么夸张的程度 如果想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效果 那必然是打针才行 或者动用了后期剪辑搞拼接 而郭芙蓉为了证明 自己这身腱子肉真实存在 每次拍摄视频都身穿小背心或者露肩群 全方位展示自证没有拼接痕迹 甚至还表演起了轻轻松松单手露铁 这股致命力量感看的众网友直呼离谱 许多原本还带着质疑的选手 在看完郭芙蓉全程真人出镜直播后 也默默放下手中键盘闭嘴保平安 而郭芙蓉从林黛玉变弩至身也只用了一年 去年的她还只是一名柔弱不能自理的小博女 身材线条并不明显十分普通 全靠泡在健身房没日没夜练 才一步步走向巅峰 尽管穿裙子时肌肉很有违和感 但穿卫衣饰并不引人注目 肌肉也并非是她的累赘和负担 毕竟还是有许多人喜欢力量行为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